原预定,2018年热剧精品的宝座的八清传,最近被网友调侃有毒,究其原因是因为里面主演的五位明星,目前已经量掉了三个,包括高云翔,反冰冰以及马苏,目前只剩下演艺官才有张国立比较低的踏实,这部号称有华翼。 唐的恒大影业共同投资了五亿元,打造了亚洲最大的古装电视剧《八清传》原片名为《迎天下》,早些时间因为剧中随意创改历史原因,以及片中某些剧情画面过于暴露,在审核时广电总局没染过,在更改之后,出品方为了避嫌,才把《迎天下》更名为《八清传》,进而大力宣传,却怎料该剧命运多传,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在高云翔性侵事件风波过后, 范冰冰偷税漏税事件又起,因问题一人事件,该剧至今仍被禁播,而就在近日,导演王俊林还在微博上发文表示, 据知情人士透露,唐的恒大影剑,华裔兄弟等若干投资方损失非常惨重。 导演王俊林的这一博文一出,立马引来网友的纷纷点赞,有网友表示,《八清传》是可独留,这次华裔恐怕是要亮亮的,作为一部古装大型电视剧,不尊重历史随意改写历史,本就不得人心,结果还在宣传的时候故意走擦边球,到头来作品还没播出,就给了观众一序列不好的印象,就算以后通过审核上映播出,收视率也肯定大低眼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